佛法里头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入佛门不容易 为什么呢 头一关把身间破掉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 身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的 衣服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身体也不是我 生活所有的 什么生活呢 一般人讲灵魂生活 那在六道投胎 是灵魂去投胎 不是身体啊 身体不能投胎啊 身体有生有灭了 灵魂不生不灭 灵魂离开身体 这人死了 灵魂进入这身体的时候 人活了 可是佛教不说这个魂是灵魂 魂是他不灵 魂是迷魂 迷魂电脑 他要真的灵 他怎么会到出身投胎 真的要很灵的话 他为什么不到 富贵人家去投胎 他要投胎他贫穷人家 就是无所难 他不灵啊 糊涂啊 所以是迷魂 他不灵 他迷魂 如果这个灵魂觉悟了 这学佛慢慢的有了 觉悟了啊 就不叫做魂了 叫灵性 这就正确了 啊 佛告诉我 自信是我 这个要搞清楚啊 啊 灵魂揪了 就是自信 啊 如何让灵魂揪 这就是佛教教学的目的 帮助我们觉悟 不是帮助我们神 神是个物质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灵 明万不灵 啊 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灵性 啊 要觉悟 要把我们的境界向上提升 啊 要放下一切 错误的 这些障碍 啊 你比如 认为神是我 这头一个错误观念 你看错了 你想错了 神不熟 啊 第一关 啊 这是属于 贱货里面的 一个一种 啊 佛给我们讲 贱死烦恼 啊 贱货有 五种 第一个是身贱 错误的 第二个 是边界 边界就是我们 今天讲的对立 相对的 假的 完全是错误的 啊 边界要是 破掉之后了 你就能够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知道什么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啊 用对待自己的心态 对待一切众生 啊 对立的这个念头 没有了 啊 下面两种 中国人将成贱 戒取贱跟剑取贱 戒取贱是 鹰上的成贱 剑取贱是 果上的成贱 啊 这两种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把它放下 最后一种 不涉于前面这四种 其他的 错误的看法 就统统放下 这个是什么 真的 小陈 虚头啊 粗苦 大乘佛法的 华严经上所说的 实性位的菩萨 粗性 实性好比小许 啊 十个年级 他是小学一年级 这次入门了